我有一句名言就是 跟歌迷上床 是我回饋歌迷的方式 你們兩個都平常在一起都玩些什麼 其實我們都是在工作上面比較多 像在錄音室裡面 像在錄音室我們偶爾還是會找妹上來 因為無聊嘛 錄音室你們都是男生 真的 無聊 你看我看你 你這麼enjoy 在這個台妹的世界裡 是不是曾經有那種台妹型的歌迷跟你示好 一定有的 很多嗎 多了 其實以前比較多 那你是最後怎麼按來他們呢 我有一句名言就是 跟歌迷上床是我回饋歌迷的方式 好 那張大帥呢 張大帥 你有什麼名言呢 我沒有不敢動歌迷 這樣子 所以你們 他們要搶 你們各自守護的市場不一樣就對了 哈豆 你那個歌就改了嘛 我愛太美 太美 好 就這樣 就這樣 下一場就這樣唱 如果這種要偷偷的來才有意思 那講 可是你穿了就不好玩 現在全國都聊啦 對啊 而且你今天異語道醒夢中人 請問 一個是Rock 一個是HIPHOP 兩人怎麼會結合在一起 其實我們以前就是 魔言就共識 然後就是師兄 師弟 對 然後後來我退伍之後呢 就是 阿岳他舉辦了一系列的Party 然後召我來加入 從那時候我就跟他 長時間的相處在一起 對 是一開始從音樂上先結束 然後後來私底下幹嘛 就會慢慢找出去玩 其實就這樣子 那你們兩個 怎麼樣 他腿段 你腳也沒事也要伸直 對不對 對… 那你們兩個都平常在一起 都玩些什麼 其實我們 我們都是在工作上面比較多 像在錄音室裡面 像在錄音室 我們偶爾還是會找妹上來 無聊嘛 錄音室你們都是男生 真的 無聊 好 你看我看你 而且… 而且錄音室其實是 很辛苦的一個工作對不對 對… 所以需要一點調劑 對 那我們也是會 偶爾會找一些妹上來這樣子 去哪找呢 應該都是朋友吧 朋友找的啦 朋友找的 你幫我調涼管這樣 對…朋友找的 然後我們… 我們現在在工作上面 其實彼此都學習到很多東西 對…像其實我之前是對… 對那個Hip Hop 其實也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瞭解 對對對… 可是接觸他之後發現 其實很多東西是我可以學習的 對… 所以感覺還滿好的 可是我覺得你們這次配在一起 真的是滿特別的 對不對 你幫他唱副歌 對對對… 因為Hardot其實我們都知道 Hardot在這個Hip Hop 接著台灣來講算是前輩 沒有啦 饒舌教父 對… 真的喔 實際上很早耶 饒舌教父 今天我們跟這個大熱狗先生 這樣聊天 他光講話就有那種饒舌的感覺 對 你知道他的節奏 而且我覺得他講話的時候 一定要手舞主導 是 然後他講還斜一邊 沒有 我跟你講 今天… 他腳一定要縮起來 猥褻的這樣 沒有 對… 這樣嗎 你為什麼常常在歌詞裡面 罵女藝人 其實我… 不是這樣 你這個剛好今天給你的平台 給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那時候年紀輕 你開始出來那種21 22歲 被侮辱過就對了 血氣方剛 就看誰都不爽 對 然後覺得就是 你既然要罵你就找那種現象 你擴大來看 所以你找幾個那種標竿的人物來 就是刻意去… 下手 對 有點刻意去下手 其實私底下是沒有什麼 恩怨 太多成見了 只是因為他是標竿人物 對… 用了他整天的想法 對… 其實那是事件 因為事件一定會有一些 重要的人物嘛 他們沒辦法 他們就比較衰嘛 對… 希望大家注意這個事情 只有找幾個標竿人物來下手 對啊 讓大家了解 你現在在做宣傳 萬一見到面了會不會尷尬 沒差 不會 他會更狠 又新的一段 你直接當場來下 你先這樣唸 對 你現在遇到林志玲什麼 嘻哈當道 Yo 也對